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的良心 是吧 现在才1200多元宝 这是优惠价 还是非常的给力的 所以说还是不错 好 看孙策一上来很霸气 放一个蓝蛮 他在不弃牌的情况下 因为有个持有算武剑 不由自主的想调戏一下新采妹妹 然后吴老乐二号位 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已经说过了 不管怎么样 你把二会一乐 始终也能保护一下他 哎呀 这个寻优这么多防御牌 就为了拆主攻一个武器 这武器又打不着你 至于吗 好 我们看这个张哥 他是什么身份 张哥这一偷 哎呦 又偷错人了 虽然我们是无果的 历史上也是辅佐孙策的 但不至于选出来就一定是终啊 好 不管怎么说 我们看到本来孙策是挂了一个武器 他的技能我就不用多介绍了 反正他相当于一个前期的一个似血英姿的一个效果 这时候潮冲跳了个中城 只要场上有人挂武器挂简易码 我们把这些这个装备给了推回去 就可以摸一张牌 是吧 如果是防具的话 我们推回去是不能摸牌的 好 我们看这个文聘很犀利啊 这一个九杀 哟 结果张一彩把潮冲给救下 他这样看样子啊 这应该是这么个身份了 这个潮冲这个称相还挺给力 有杀有伞 好 我们非常遗憾 发现场上没有武器了 所以我们第一轮想发动这个英姿还没发动起来 所以我对这个珠子他的强度估计 弱于四血英姿 四血英姿相当于在军八场是一个一个标准线 一个武将能达到四血 每个一收益的话就属于不错了 但是他是达不到的 同时他的残局 尤其是单挑的时候 他基本上那个英姿是发挥不出来的 但是好处就是可以扒掉敌人的加一码跟防具 是吧 那个来进攻 所以说单挑也不是完全无力 但总体来说是弱于四血英姿 所以属于那个中等偏下一点的武将 好 我们看这个文聘 这把遭到第一时间 遭到激火 文聘这个武将就这样了 一旦他被激火了就废了 我已经说过了 所以这把我们这个队友文聘已经发挥不了什么功力了 我们作为一个四血英姿架 就看场上有没有能挂武器 好 这个熊游很给力 一个蓝蛮目摸一闪 这样赵云他挂起武器也不一定能打到熊游了 好 那我们看这个蓝蛮下里 但是文聘已经快奄奄一息了 我们这个桃子故意要为了文聘交出去了 自己也掉到三血了 然后看这个后面续剧情如何发展 把速度打快一点 好 熊游中了乐 但是手上是有个鸣伞 我们看张盒偷一偷 潮冲偷一偷新财 然后移了 把这个熊游加一把一个文聘 保护一下文聘 可惜被这个潮冲被拆掉了 但是场上潮冲挂了一个寒冰剑 是吧 那我们终于可以英姿一把了 我们把这个寒冰剑推回去 结果还入摸一桃 这个桃子非常及时的 这个有桃子在这个文聘可能能够多活两人了 是吧 然后最好他能活到 坚持到我们来一个什么东西把文币收了 哎呦 结果这个发现形式一变 我们被激火了 我们被打成两血了 这样场上一个装备挂起来 后面的装备也就陆续挂起来 让我们后面想发动我们的英姿效果就很容易了 好 我们看这个熊游直接决斗 这个潮冲知道潮冲有一个名的寒冰剑 是吧 另外一个是可莱斯克伞 熊游给力 把这个潮冲给带飞了 我们看这个张盒这个偷 这个张益彩还是挺克张盒的 张盒气张 让他摸一张 再偷一张 等于张盒这一下子 这个偷不出什么收益来 好 转眼这个场上的装备被下的差不多了 还好我们的队友 文毕手上还有一个装备可以让我们再音质一下 这一个音质 及时的摸到一个杀 给了心才妹妹一下子 好 现在我们人数上已经占优势了 就看后面能不能把赶紧抓住人数上的优势 尽量把张益彩先推下去 然后我们这个文毕虽然他比较残 但是他位置很好 是吧 哎呦 这还好不是那个属性杀 这个介绍云为了防止被那个寻优弃牌 直接把人王盾挂上了 这样的话 这个人王盾就会被张盒给移过来 寻优在优势局的情况下开始开桃园 这是没错的 好 不干张盒把这个人王盾给了文聘 这样看来我们行事还是可以的 后面就慢慢的磨死主动方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继续发动音质效果 又摸了几个牌 看看火宫 心才桃子都气了 是吧 这一个杀 心才跺过去 可惜没杀中 好 再看我们这个心的一个九杀 哎呦 这个九雷杀 这一下子 这一下子 这个文聘掉了一滴血 哎呦 又被又被给决斗死了 是吧 他刚才九雷杀寻优的时候 文毕也是三血 三血武将 三血文毕没法保护三血的寻优 就这样 刚刚我们还说这个 还有点优势的 就被这个张益彩这一个爆发 打死了文聘 打缠了寻优 这下看来这个形势不容乐观 好 但看样子这个介绍云是有点像内奸了 我看他刚才肯定是手上是有杀的 是吧 他没有没有再次进攻寻优 这个杀来防守一下 好 这个寻优这个骑射被这个张益彩给无限出了 好 看这个张盒再一偷 场上现在又没有装备了 我们又发动不了这个四血英姿了 是吧 又要白板一下了 好 哎呦 这个顺 顺了一个杀 哎呦 他裤装里又掏出一个武器 这张益彩很犀利啊 刚刚我们的优势瞬间化为乌有啊 这样已经进入五人局啊 五人局即使那个我们是 即使能够在内奸的帮助下 把这个张益彩杀掉 但是杀完张益彩之后依然还是要跟这个赵云孙热这两个盾将进行二为二 这还是很头疼的事 张益彩乐 张盒是没有问题的啊 那个主公说这个乐 你看这张盒一个阻止了张盒偷 是吧 然后那个张盒确实也中乐了 他本来就失去了这个这个那个出牌阶段 是吧 好 我们这时候这一个神奇的英姿又摸了一个杀啊 这一个万箭下去 没有可惜 还是没有打死张益彩 是吧 然后但是这个乐到了孙策头上啊 但是孙策并不是太怕这个乐 他反正也不用多弃牌 是吧 好 这个张益彩这一下子 打的这个张盒有点惨啊 看样子 马上我们就就可以提前预测阻雷反了 是吧 这个张盒死了之后啊 这个张益彩被我们打死 然后待会就阻雷反啊 我们又阴之了一排啊 这一看这样子能够把他火攻死吗 哎 我们觉得这个桃子舍不得用啊 是吧 我干脆这个把这个火攻存着啊 那个挺讲自己挂的 有机会我们把自己捆绑起来啊 捆绑play啊 真正一波把这个主攻给带飞算了 但是现在主攻还很健康 我们看看能不能闪电助我们一下 哎呦 这一杀赶紧救啊 我刚才那个桃子可以保护一下这个这个张盒啊 要收也不可能让孙策守 是吧 如果内奸想收的话 我们倒是没意见 好 这个内奸离线了 我们看看这个张盒挂了一个家义码 杀了这个 趁着内奸离线给了赵云一下 他反正也杀不了了 别人 好 我们这一个铁锁 好 我们先英姿摸一张牌 这个关键开出去 把张盒挂的闪耗掉 我们看看把张盒收了 张盒这时候有闪肯定也不闪了 是吧 肯定是等着我们收了他之后 看能爆一波 爆一波 好 这一个杀 哎 我们居然没用雷杀 这不知道为什么 他可能想这个雷杀在捶了 哦 这我们不想解铁锁 是吧 果然啊 我们这个 这个雷杀 这个孙策啊 这白白扔一个桃子啊 他明显可以觉醒的 他把这个桃子给扔了啊 这个 这个甚至主攻失误了啊 就是我们的机会 但是这个孙策这一觉醒呢 对我们来说非常的不利 他直接铁锁连环都气了 也不重铸啊 这个孙策打得非常坑 是吧 好 这个孙策说他刚才没看到要两个桃 这时候我们顶掉加一码 开始砍他啊 这时候我们发动不了英姿的效果 就开始发动我们那个扒防具的效果 是吧 好 我们刚才这个过拆 留着等着你恢复不了血线 我们就把你干掉啊 是吧 拆掉你的最后一张牌 哎呦 结果他这个防具还挺多的 好 这个噪音在这一火攻 我们现在看样子要危险了 好 我们这时候一个拆 要用无限 再无限啊 这个拆看是拆他的什么东西啊 那个拆防具 那就把加一把扒掉 拆加一码就把这个防具让推回去啊 然后最后用一个红砂致命一搏 还搏成了啊 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珠子 他首先他那个并不是一定要靠这个扒武器或者简易码来达到英姿的效果啊 如果扒不了的话 敌人的防具 那个也可以先扒掉便于激活 是吧 但总体来说这个武将啊 他经常有可能发动不了他的安国啊 大家可以看到 但是他的机友啊 一个就是灵统啊 是吧 是吧 这种玩装备的 然后他的那个这个香好啊 顺上香啊 这不用说了 萧姬这吴国的装备流啊 是吧 这是标准的 好 然后最后最后我们在那个临死的关头啊 那个把这个医学的觉醒主攻给带飞了 当然这个主攻也打得很烂了 这个桃子就莫名其妙的扔了一个 否则我们如果这一轮干死啊 干不死主攻的话 我马上就被打残了啊 后面就是主攻和内奸的事情了 跟我们反正也就无关了 好 总体总体来说这个武将那个能力一般啊 但是价格便宜 性价比 不错 还是比较推荐的 好 我们再看第二局啊 这一局是一个一将成名2014的一个武将了啊 这是我们会选择蔡夫人 是吧 在曹操局那个选择一个那个蔡夫人啊 当年我们可是跟着直接跟着曹老板混了啊 直接那个放弃了这个 那个刘表啊 那个包括我们的儿子刘虫啊 在那个家里跟着曹老板混了啊 当然就结果肯定是不错的 这曹操肯定是这种直接投诚的 在曹操打天下的时期啊 这种诸侯来投降 肯定是当着那个活一样供起来啊 实际上有一个号召力效果啊 叫大家都投降啊 跟着我混啊 肯定不会像三国演义那样那样说的什么 刘虫 蔡夫人投降之后被曹操派人杀掉了 这不可能啊 曹操这样搞的话 这纯粹 那个就是直接就向那个孙权宣告啊 那个投降我是没有没有好下场的 所以说这这历史上那个刘虫跟蔡夫人就是过着富足的生活 是吧 曹操把他们封到远离荆州的一个地方 让他们安心的啊 那个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把他们供起来 那个表达我们优待投降派啊 这样那个鼓励 那更多的诸侯啊 及早的向我们投诚去吧 好 我们看这个赵云气了一个伞啊 跳了一个钟啊 被那个佐词给乐住杀住啊 跳了 佐词跳一个凡啊 剑马超也跳一个凡 然后我们看着曹操最爱人妻啊 我们蔡夫人是一个人妻啊 但是我们跟他是敌对阵营 但是还有一个人妻啊 那个祝龙 蓝蛮女王啊 那个玩大象的女人啊 这样他跟这个曹操是一边的 这样的话就有点恐怖了 那这一个蓝蛮可以循环利用啊 但是好在我们挂了一个神藤甲 是吧 那这个蓝蛮放了两次 窥蓝不动 哎呦 祝龙你还来个万剑 让我们照样怕藤甲兵刀枪不入 是吧 好 那黄盖托管啊 这个元素托管 这两人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那个蓝蛮他们觉得已经要七八号位这两个人已经看到了自己酱油的前景吗 但实际上没有啊 你可以动的 好 就黄盖 哎 我们居然忘记窃听了啊 这元素也是直接两个逃啊 直接气了过啊 这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这还好啊 还好我们有藤甲 曹操再次一个蓝蛮 这个蓝蛮还是会被这个祝龙给回收过去 是吧 但是又是一个万剑啊 这场上已经放了两个蓝蛮 两个万剑啊 加上曹操起手一个蓝蛮啊 这已经三蓝蛮两万剑 全部被我们这个神藤甲消异于无形 是吧 但是场上黄盖跟元素对吧 这种完了我们一共 好 黄盖是反了 元素说明就是中马超 你裸奔吧 哎 哎 这是什么情况啊 元素居然也是反了 说明马超跟佐斯里面有一类啊 这样的话反而让曹操爽了 是吧 他没有 他没有造成他的那个气派 哎呦 又是一烂蛮 这个犀利啊 这个好 这个赵云被乐了 直接气派过 又被我们切听了一下 这个一共我们这个神藤甲挡住了四次烂蛮 两次万剑啊 谁说藤甲是兽医啊 这局里面藤甲简直就是超级神器 好 我们看这个佐斯 带飞了这个借道云啊 所以我们进入了五人局 但是佐斯跟剑马超这一反一类啊 已经缠了一大葫芦了啊 这个猪龙还很健康啊 我们赶紧给这个猪龙一刀啊 是吧 然后决定这两个顺还是续一下吧 然后这个猪哥连鬼就气了 反正也没多少杀 好 我们看这个马超他什么情况 吃一个 哎呦 连吃两桃 不错啊 那我们又切听了一下 好 呦 这个猪龙竟然添过了 看 看来这个蓝蛮还要再飞两次 是吧 这个佐斯直接失去希望 原来他是内奸 那马超就是啊 就是那个反贼啊 但是马超看样子也是死定了 我们是没有桃子的啊 这个我们曹操再一个蓝蛮下去 这个马超倒下 那我们就省了一个唯一的一个反贼啊 但是我们的状态非常的健康 主公只有两血 我们有三血 还有两个装备啊 还续爆了两个顺手牵羊 是吧 哎呦 主公居然留了一桃子啊 但是我们没有杀 是吧 只能猜这个猪龙 我们一下过 但是由于这个蓝蛮的存在 主龙摸不到鼠银杀啊 是很容易被我们窃听的 包括曹操也是 哎呦 曹操居然把我们桃子也摔回去了 这个手够丰少的 好 我们一个九杀 好 九火杀下去 曹操压成一血 这个主龙顺了我们的藤甲啊 他知道这个曹操是有杀的 是吧 所以就放了一个蓝蛮 我们不得已要买单了 曹操手上就是那个名的这个火杀了 是吧 好在他把我们藤甲给顺走了啊 否则的话 这个火杀下去 我们我们可是要完蛋的啊 所以我们刚才九火杀这个曹操是有点拼命的 这些那个节奏啊 诸如明知道曹操有一个火杀还把我们的藤甲给顺了啊 这个想着用蓝蛮压我们的血 是吧 好 不过不管怎么说 我们靠着这一个神藤甲挡住无数的啊 那个蓝蛮露青和万箭齐发 最后利息了啊 这个主攻活到了 那个最后为那个反贼拿下了这场这个这个崩盘比赛的胜利啊 是吧 这这这七八二位两个反不知道为什么 就直接脱板 还好这个内奸及时加入到我们这边 但是我们依然还是劣势 但是最后我们的手气还是很风烧低 好 我们再看第三局啊 这个第三局再次又是一个反贼啊 今天还是反贼专辑 是吧 这回我们又是选择了一将成名2015的一个武将啊 龚崔渊 是吧 龚崔渊 是吧 龚崔渊可惜啊 这2015的武将连配音都没有啊 主攻选择了这个犀利的戒皇盖啊 属于攻墙手握 是吧 我们看看人们把主给速推了 好 这个戒皇盖一上来一个大墙吃个桃子 这个鼠将直接给自己摸 没有给这个戒皇盖摸啊 这样做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戒皇盖很有可能就把你当真 当成那个这个反贼打啊 果然一杀一乐啊 这个这个不管怎么说啊 那个他毕竟没有给你主攻 主攻摸牌啊 只所以说这个鼠将啊 在后置位主攻吃桃子的时候你是比较尴尬的是吧 流行主攻还是一个上来可以自缠的 一般低轮主攻是很难自己吃桃子的 结果碰见这个戒皇盖 鼠将暴露了身份被主攻先手限制住了 好 我们看这个戒离点啊 跳了一个钟了 看这个成功是什么情况 成功无限自己吃一个桃子 又被树上枪摸了一下 看样子树上枪是有无限还是什么 什么情况 好 这个成功顺了离点 顺了武器 应该跳的是反贼 杀这个离点一下 离点这时候忘信一下 成功在不弃牌的情况下 这个忘信成功是划不来的 好 这时候那个成功给我们武器对自己出杀 我们居然选择了出杀 这显然是手抖了 这明摆着 我们也是本人啊 不应该出这个杀 是吧 好 还好来了个桃园啊 我可以考虑把桃园开出去 这样的话离点也回血了 看这个竹子讲到底怎么做 这个牌比较多 是吧 先开桃园 把成功的血给回上 刚才如果不出杀的话 就不用如此了 是吧 好 我决定先用牌 然后那个在 估计想着再弃一张的时候啊 这个发动 这个是我们的怀疑啊 免得掉血 毕竟没有桃子 好 果然啊 已经把这个黑杀给杀去 然后待会剃掉这个诸葛连弩 就给那个顺主攻一下了 是吧 好 这个主攻四张牌 被我们顺一张 我们应该选择的是红色牌啊 选择黑色牌啊 顺一张 来一个顺手现阳 我们看周泰没有发动奋机 十有八九掩子反贼了 就直接过了 好 周泰果然是反贼 来看样子反贼都出来了 走来这个路绑啊 在场上四个人 杀了树上枪一下 树上枪一滴血啊 那个让这个主攻方掉了三滴血啊 当然这个草王这个身份还不明 我们再看看再说 好 这个树上枪无限了 去吃草 自己摸两张牌啊 凉住了一下 八牌启动还是比较恐怖的 诶 我发现这个树上枪是忠诚啊 你看 这样说游戏骑士啊 第一轮给自己摸牌不一定就是反贼 是吧 好 但是 那后面这个草王跟孙坚的啊 这个这个身份就犀利了 啊 我们只有一个伞啊 先不伞 防防九杀 毕竖上枪挂了寒冰箭 是吧 防下寒冰也是不错的 好 这个果然这个伞留着是时候啊 是吧 孙坚这一个寒冰沙被我们散开了 好 我看这个孙坚他是反了 草王果然就是忠诚了 孙坚这个包养了我们一下 那我们制衡了一下 我们刚才弃掉一个红色的啊 这是留两个黑色的啊 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啊 这样一不小心可能有可能就发动不了怀疑了 是吧 当然你有可能留一黑一红 可能到再摸一黑一红 � 可能是这么个考虑 哎 不过不管怎么说 这个蓝蛮够狠大吧 主攻都打成一血了啊 这个草王够犀利 是吧 好 这个杀 杀下去 杀了是成功 成功散了啊 很好 保住了一下血线 但是成功的菊花露出来了 希望他这个这个不要太危险 哎呦 这个孙坊盖跟这个孙坊枪的配合啊 孙坊枪这回连着都给孙坊盖摸牌啊 孙坊盖一下子摸到了那个那个酒牌启动 是吧 这一下子把我们两个反全部打残了啊 这有一个铁手连上 我记得我放了一期标黄盖跟孙坚 孙坊枪的配合是吧 但是戒黄盖啊 这个在残血的情况下也可以跟孙坊枪啊 进行那个刚才的这种犀利的配合 哎呦 这个决斗下去 成功估计要挂了啊 我们是这有桃子故意也不想救了 哎 但是这个周泰感觉桃子还比较丰富啊 救了这个成功一下 哎呦 这孙坊又给这个这个李点摸牌 这个就不用了啊 这个李点毕竟是出了杀了 是吧 你看这下子啊 这个李点摸了两张 七三张 是吧 这白摸还不如自己摸一张 加强一下自己的防御 因为你现在是急火点啊 现在是场上那个这个 这个主攻的位置比较好啊 被这个曹昂这个保镖护着 这个李点也护着 显然 我们要打的人是孙上香 是吧 好 我们看看啊 这一下子 要不要发动一个怀疑 是吧 我们看这肯定是选择红色啊 肯定掉不起血 顺了主攻枪一张牌啊 就顺了一个五谷 好 我们这时候这个顺双枪 顺了一下成功 把这个篮盘开出去啊 想打死顺双枪 顺便把成功给收了 是吧 但是我们顺成功的时候 这个周泰直接给成功补了两张牌啊 这这这这这不知道是这这什么考虑啊 呦 顺双枪居然是个内奸 哎呀 这样是麻烦了 我们费了费了这么大的劲 结果打死一个内奸 非常的非常的悲剧 好 这个成功还不舍不得给我们收人头 是吧 我们干脆顶着再开一个五谷 这个五谷还是不错的 因为先先拿牌的全部是那个我们自己人 是吧 好 但是现在我们血线回复 不上去啊 这个成功 又要挂着 待会这个草莲 这个这个黄盖 还有李典啊 这三个人在成功前面动 这个成功四有八九都死了的 是吧 我们赶紧就把这个成功给收了 这个成功这个号称 这为什么要收啊 这明显的啊 你我们觉得你活不下 活不到下一轮了 是吧 这个成功也很知趣的 没有吃这个桃子 是吧 好 我们就神奇了 来了个木柔马 这样的话 这个木柔马 相当于给我们止损了啊 这样让我们的手牌达到了最大化的利用 我们这样止气一张牌过啊 是吧 是吧 我们就神奇了 来了个木柔马 这样的话 这个木柔马 相当于 挂一个藤甲 留一个九 看看这回藤甲能不能发动啊 发挥那个神藤甲的效果 好 这个木柔马 开始在我们反对中传起来了啊 在人数上啊 我们依然那个是这个三维三啊 并不 并不比那个祖宗方少 是吧 哎呦 这个戒皇盖 他虽然不是那个是个明的杀 但是我们瞬间可能想着这个草莲啊 这个这个是个保镖 是吧 所以说这个九杀拍到这个戒礼点身上结果被散掉了啊 甚至遗憾啊 这就是保镖的作用 哎呦 这个决斗 我们先用这个木柔马里面的桃子啊 免得 可能木柔马被拆了啊 这个幸亏 周泰还有一个无限 这个戒皇盖 这个中了一轮热啊 否则的话 我还挺危险的 哎呀 这个九杀 幸好还有一个伞啊 这个松了一口气 好 我们这一次啊 这个决斗 我们不敢用啊 那个我们决定先 先用这个伞顺一张啊 这个顺了黄盖一个简一码啊 可以啊 先挂上啊 我们把决斗给这个周泰用啊 他如果决斗砸脚了啊 问题不大 是吧 那个反正哎呦 结果周泰他也不敢用啊 免得怕自己两两个窗就死啊 给这个孙坚用啊 孙坚并有四张牌 好 孙坚决斗成了啊 直接先杀朝王啊 那个杀人先断奶啊 这个要杀主先干保镖啊 是吧 那个把朝王的那个加一码也给搞掉 好 这个朝王这一杀吧 孙坚 孙坚打成了那个医血啊 孙坚进入了他的最强状态 这个大阴魂状态 好 这个医血的这个黄盖 我们想着他 这个主攻状态的黄盖 如果没有酒和桃的话 在医血的时候是发挥不出威力的啊 现在就是我们犀利的时刻了 这个木榴油码可以很好的让我们发动我们的怀疑 好 这是我们选择摸两张牌啊 那个流失一滴体力不要紧 我反正多了一个酒 是吧 我们把这个酒给喝掉啊 这个把黄盖的这个八卦阵给下了 但同时这个这个朝王的藤甲是跟黄盖共享的 是吧 我看这个这个瞬间啊 他 他们给一个属性杀 是吧 有这个瞬间结果打一个 这这这这家伙打一个这个胜利符号 结果打了一个普通杀 哎呦 这个木榴油码里还有属性杀 这这这猪队友哎 这这这有这没法没法说他 是吧 那在有属性杀的情况下 他居然用了一个很普通杀 害得这个主攻这一轮就就这么活了下来啊 这是真是非常的遗憾 好 我们看这个最后关键时刻 我们有一个桃 还是能够保这个瞬间一条命的啊 那个幸亏啊 这个木榴油码没被拆 好 哎呦 结果这个借了一点 直接忘记一个过拆吧 我木榴油码给拆掉了 好 那这样的话啊 我们看看 我们先吃了个桃 再用这个散去怀疑啊 把这个季黄盖的这个藤甲给下了啊 这否则太难打了 是吧 哎 我们直接选择红色啊 那也是啊 我们准备把两个防局一起下了吗啊 我们只下了一个防局 我们下的是草昂的防局啊 这样也是可以的啊 毕竟草昂的防局跟季黄盖的防局是共享的 是吧 好 然后这个季黄盖藤甲由瞬间的大英魂给扒掉啊 这个杀 只要这个不是不是三角桃啊 这个祖宫就去掉了 是吧 果然这个祖宫倒下了啊 大家看我们就这个靠我们这三个反决通力合作啊 终于将这个祖宫给干掉了 这一局工程渊的这个怀疑发挥还是很犀利的 是吧 他什么时候控什么装备这个组织角打得很有想法啊 有在酒是多多余的情况下 自己一血的时候啊 果断选择摸两排啊 流失一滴血喝酒 是吧 这一个挺爽的啊 把这个这个祖宫和这个草昂的防局控得死死的 就终于 虽然瞬间犯了一个错误啊 但是好在啊 这个第二次他没有犯错误把主公的防局扒了 藏了防局又被我们扒了 最后他一个黑沙将主公带飞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给大家看看几个反贼 好 同时 那个我说过这个一样成名2005里面啊 这个我比较推荐的就是工程渊跟钟瑶 是吧 然后那个朱智啊 那个人力一般 但是卖价便宜 是吧 工程渊的卖价也很便宜啊 那个性价比也很高 好 最后说一下那个钟慧的老爹钟瑶 是吧 这已经有人纠正我 说这个字练油啊 我确实 我这之前犯过很多这个生辟字的读音错误 但这一次啊 我好歹让我让我对一次 是吧 钟慧的老爹是叫钟瑶啊 那个字是个多音字 又练油又练瑶 但是作为这个钟慧的老爸啊 他是练瑶的 这是有 可是有这个有文献可以佐证的是吧 那个诗说心语里面有一则啊 那个叫什么排调啊 那里面就有一次斯瓦钊啊 陪着那个陈谦和陈群啊 这两个人坐一辆车叫钟慧一起上啊 就钟慧出来晚了 然后斯瓦钊就开始嘲笑他 说忘卿遥遥不至啊 字面上的意思是你怎么半天不来啊 我们都那个望眼欲穿了 是吧 但实际上他是那个用了这个瑶字 那个时候喊别人老爸的名秽是不尽的 但是斯瓦钊打了一个擦边球 以双关语的方式那个调侃那个钟慧 喊他老爸的名字 结果这个钟慧张嘴就回啊 说那个角兰一时 何必同群 他那个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我这种道德超级高尚的人 不同群也们啊 那个不合群没事啊 是吧 但实际上他也也喊了那个人家爸爸的那个名字 是吧 那个当时车上有三个人 司马昭 陈谦和陈群 陈泰 是吧 然后那个司马昭老爸那个司马懿啊 他已经说了角兰一时 那个懿就是司马懿的意 然后那个陈谦的老爸陈脚啊 他也用了 然后那个陈泰的老爸陈群 他也说了啊 那个他等于把那三个人老爸的那个名字都喊了一遍 来了个方天依沙山啊 直接回击了那个司马昭 是吧 但从这则故事也可以看出那个钟慧的老爸那个确实练钟慧啊 否则的话 司马昭就不会说遥遥不治这样来调侃侃钟慧了啊 如果是钟游的话 司马昭故意就说什么爱老虎游啊 之类的 这样来逗那个钟慧玩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